那我们当然刚刚在这个地方 我们已经完成一部影片 而且把它上传到YouTube上面了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应该 登入到自己的YouTube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到YouTube 然后登入 登入之后呢 我们例如说是这一个 孙在阳之YouTube经营 然后有看到吗 两部影片 然后点选确定 其实在这个地方 两部大概就知道了 它一部就是刚刚KiZo做的 我用KiZo做的影片 接下来呢 我当时点选自己 然后创作者工作室 然后接下来在影片管理里面 或者是在这边 你就已经看到了 这边是不是有两部影片 所以点选影片管理员 这边是不是有两部 这一部 我们现在要进行编辑 点一下编辑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哦 他说这部影片是不是KiZo 影片制作 对不对 我呢 我 我个人 如果说我要做的话 我必须要先告诉你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影片名称的重要性 影片名称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今天我打这个国立阳明大学 现在是不是放在很后面 别人去找说国立阳明大学 可能会要找到我这部影片 那真的是很难找到 可是如果我今天把国立阳明大学 尽量放在前面一点 那就比较好找了 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哦 所以你看他为什么把KiZo 放到最前面 因为最容易找到 可是通常我会这样子啦 因为我有那个creative common那种 智慧才安全的概念嘛 所以我觉得我只要标注我的影片 我确实是用他的软体来做的 所以我还是会标 只是我会把它放到后面去 可以吗 觉得我应该这样做还是蛮厚道的吧 对不对 就是我绝对有按照那个 就是说使用别人的产品 我也必须要适时的帮他去做 这样子的一个广告 所以呢 我就把它放到后面去 可是如何找到国立阳明大学网站 我一定要把它越前面越好 等一下我再介绍到名称的时候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会举一些例子 让你们理解 好 再来 这边是不是看到 我刚刚有打这一段话吗 然后这都是他自己加的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关键字 有看到关键字吗 刚刚我没有输入关键字 他帮我自动加进去的 如果可以的话 您应该知道 我的关键字还应该要加什么 对 国立阳明大学 因为我们学校 比较好像没什么名气 可是我们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学校 所以我都尽可能的多帮他打一点广告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那个 您觉得还有什么需要打上去 因为我是要去找到 国立阳明大学那个网站嘛 所以 我在这个地方我也会输入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可能就是输入国立阳明大学网站 好 大概能输入的关键字都输入完毕了 接下来呢 我会把它放到这个 实用工作 实用工具介绍这里面 好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就不能替影片加上讯息了 然后接下来就储存 储存 然后因为这个影片实在太短了 这个影片总共多长 只有21秒 21秒的话 我就不做那个结束画面 可是至少我可以去播放一次 这一次的播放顺便按一个 赞 至少有一个 赞 还有等一下去看 21秒 这边观看次数 它就会变成一次 可以哦 至少自己做完的影片 要不要从头到尾播放一次来 去看一看 我觉得这是需要的 自己要认可嘛 自己要认可 还有最后它一定会出现这一段 所以哦 我会这样子啦 再把这部影片抓下来 抓下来之后把它剪掉后面 那你就要续学剪辑影片的软体了 我只是告诉你们这件事啦 那你可能还要再学如何下载影片 这些我全部尽可能的都希望你们知道怎么做 但是我会觉得说这样子的话一部影片你看是不是就上传到YouTube上去了 让我们这里面有两部影片了 这边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两部影片了 那现在就请你们回到自己的YouTube的网站 然后看看是不是已经有两部影片 而且第二部影片 我觉得最基本的关键字要打进去 然后标题要改好 标题要改好 然后再接下来 您去至少自己从头到尾再去播放一次 你就会发现 最后面 因为我们是用那个Kid Row 所以一定会有它的那个影片结尾处的一个广告 好 所以这点请你们稍微知道一下 那我们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产生完毕第二支影片